各位錶民,你們好 現在看到盤上有三隻錶 其中一隻是我的 如果有看我的影片的人都知道 其實最左邊那隻是我的 這三隻錶都是 EDOS 的手錶 我知道今天有機會看到 EDOS 最新的限量版手錶 我特意戴著自己這隻 也不是限量版,而是特別版 叫做 EDOS North Sea 1978 我也很喜歡這隻,鮑魚殼、黑色 再加上紅色的1978 這個字樣,我覺得很漂亮 但今天他做不到主角 因為今天主角就是這兩隻 都是最近才回來香港的貨 我覺得很漂亮 這兩隻就是 EDOS 的 Sky Diver Vintage Automatic 真的很漂亮 它的名字也有說是Vintage 即是Heritage、復古那些 所以一看你就知道,嘩,真是非常之復古 我之前介紹Middle 時也提及 Middle 的 Decompression Time 即現在復古錶真的很多 越出越多 各大品牌都有推出 即它可能推出一些很高階的 叫做 Two Watch 亦推出一些很有味道的復古手錶 或者先讓大家看看大小的Dimension 這隻其實是超過40mm的標徑 我之前介紹過 Orus Orus Diver 65 它有些復古設計 都是做到40mm 如果你想再小一點沙爐 也有的 這隻 都是比較適合現代人的口味 都會大一點點 都不是很大的 我教了時間給大家看看 它的機心是EDOS Calibur 80 當然跟Swash Group不同 因為它也不是Swash Group 它的機心其實只是SW-200 只是改裝而已 大家可以看到 它在錄時位置都寫著Sky Diver Sky Diver 它現在這個Line 自從重新推出之後 好像越做越好 我正在轉個標圈給大家看看 就是Ceramic Bezel 它是復古設計 但不像Middle 它是用Aluminium 它是Ceramic 配合這條綠色帶 或是一氣呵成 最初我以為是膠帶 但應該是皮帶 綠色面、綠色皮帶 真的很漂亮 帶上手 真的很有軍錶的感覺 這隻標是限量版 限量綠版 底蓋也看到 它好像一個熱氣球 還有一個十字 因為這隻標 如果我沒有記錯 就是當年 一個瑞士將軍 就叫Edos 替他出給士兵 所以就是有一個瑞士的國旗 這隻標 其實真的很漂亮 我覺得 機身說真的 沒有太特別 但造型 也不錯 我覺得真的有點像其他 不過因為大家都是那個年代的產物 當然有點像其他 給大家看一些夜光 它也挺厲害 但可能我的電筒並不太厲害 或是這裡的光太強 綠色當然是銳色 而且現在是大熱的 綠色 我把我自己的North C19700給大家看看 我那隻應該是更大一點的 對 更大一點 雖然兩隻都是復古 但設計也有些不同 如果大家覺得綠色比較厲害 其實你也可以選擇這隻 這隻是黑色面 有些泛黃復古的指針 以及小時刻度 再配上啡色的皮帶 其實這隻應該不會太過 太過Loud 底部也是一樣 這隻都是限量600隻 兩隻都是300米防水 所以其實都很堅固內容 而且我覺得真的挺吸引 現在這兩隻都會跟著一條黑色的皮帶 我給大家看看 現在這隻是啡色的 如果配合黑色會有甚麼效果 當然會更低調 大家可以看到 例如綠色的那隻 如果你覺得綠色比較鮮 或覺得它好像膠帶 其實你也可以換上黑色的 這個當然又低調了很多 不過我個人就喜歡綠色面 襯綠色帶的那隻 不過也挺好 你知道它再加多一條黑色的皮帶 非常之好 而且也很有誠意 現在最好就是除了錶之外 除了多一條皮帶 其實它還有很多好東西 包括這個皮套 它有一個錶盒 裡面有皮套 皮套 你可以安裝著錶 安裝著另外一條皮帶 還有裏面也有保用證 你可以全部放進去 挺方便 我記得我之前買AORUS 手錶也有這樣的設計 其實也不單是AORUS 現在也有越來越多的牌子 推出這樣的包裝 我覺得蠻好的 真的很實用 對不對 這個寫著 限量版 你不用說整個大錶盒 只是放在櫃裡面 你真的可以去旅行的時候 你可以用來裝錶 去用 真的有實際的用途 我覺得這種設計 我會更加喜歡 因為當你好像我那樣 那麼多錶盒的時候 就想一些東西簡約一點 真的想簡約一點 除了這個錶盒 和這個錶套之外 還有 原來現在買 E-DOS的手錶 還會送上這頂帽 即是買這兩隻錶 還會送上這頂帽 這頂帽 原裝正版 Logo 是E-DOS 也可能是黑寡褲 如果你喜歡黑寡褲 也可以先頂 這頂帽又是黑色 最重要不是綠色的帽 就行了 只錶綠色 這頂帽就不要綠色 還有這個 是否叫防水的背囊 我也不知道這個叫甚麼 讓你拿東西去海灘用 還有一點防水 哇 很漂亮 你想想 戴著這支錶 又戴著這頂帽 再拿著這個袋 哇 人家來十萬丈遠都知道你是 E-DOS 的大黑粉絲 那 在帽子和袋前面 再給大家看看這支 Vintage 手錶 真是 很棒 很棒 這支錶現在大約多少錢 大約14,000 多 這支錶當然有折 如果大家去到銅鑼灣Sogo 塗地爐的碎鍊 去查詢 你說看過這支錶 看過這支錶 那支錶 一定會給大家更多 對 還有聽聞 現在頭這一個月的時間 只有這支錶項才找到這些錶 之後就不知道 但起碼開頭的時間 只有這支錶項才有 還有你截了之後 我覺得 例如萬嶺 萬嶺 萬嶺慢鬆些 有一支這麼帥的復古手錶 又多條皮帶 又多個錶套 再加上很多東西 當然那些東西 也不是很貴很貴的東西 但也顯示出它很有誠意 讓大家可以一套出去威一威 真是挺過人 好 希望大家都喜歡我的分享 如果未訂閱 也麻煩大家訂閱 Like 和留言 對我來說都是很大的推動力 我會再拍多些正的影片 給大家最新的資訊 以及娛樂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